魔術牌 我是白癡啦 會差不多啦 會差不多啦 就是魔術新手 我們真的學得了所謂的街頭魔術嗎 我教你這個硬幣的魔術 我們就用這個來測試你到底有沒有天分 真的有 你就說這個是入門 不會就完蛋啦 也不可以這樣子 一定要給你希望嘛 好 所以現場的朋友也可以準備一個硬幣 大小不是問題吧 可是我覺得現場的朋友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即使你今天學不會是因為你做得太遠了 不是因為你的天分 沒錯 OK 我先給你看這魔術是什麼樣的 在我們Facebook這邊呢 現在也可以看到Facebook Line 所以你給你看一看 手上有一個硬幣 所以我如果拿這個硬幣 這樣戳 那硬幣呢 就在我面前不見掉 然後又出現了 剛剛他的左手拿著硬幣 他的右手去接接了之後戳一戳 然後呢我們眼睛看的是他接過了之後把它戳不進了 可是沒想到他其實還在 左手 這個就是手法 OK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硬幣的手法 OK 現在來 現在來教你啊 好 好 所以呢我今天教你 我給你一個Backstage View Backstage 喔 就是從我知識的角度是怎麼樣的 OK OK 現在呢我們的同事也正在移他的攝像機 所以Facebook Line的部分應該也看得到 後台Backstage View OK 這個硬幣呢先把你的手放成好像一個C這樣 左手 左手 左手放成一個C的形狀 對 你勉強前齁我就這樣學 好的 加油 然後把硬幣呢放在你的大拇指 用大拇指跟中指這樣拿著 好 左手 好 然後另外一隻右手 啊 來打的時候 這注意喔 這就是關鍵的動作 因為我 右手來的時候 我的左手會這樣 喔 好 錯狀讓他掉進一個陷阱裡面這樣 嗯 嗯 對 本來左手 的拇指 還有其他的手指 是握住你的硬幣 對 可是當右手靠近的時候 左手就放鬆一點 手指就放鬆一點 那你的硬幣最掉到你的手中 手掌心 手掌 對 所以你的右手看似去抓硬幣 對 其實是抓空的 對 所以呢 好啦 不要眨眼喔 特別是在Facebook Live的朋友喔 所以長得像這樣 可是為什麼我好像明明可以到你的右手裡面 明明抓著一個硬幣呢 這就是人的眼睛呢 跟不上手腳的動作 所以你要過練習 讓你的手很快很快 快不是 快不是關鍵 嗯 關鍵是順 順 順 而且不能在中間有任何停對 你就要想像 你真的拿這個硬幣 你會這樣拿 你就會這樣拿 對嗎 對啊 所以一樣 我真的拿的時候也是這樣 假的拿的也是這樣 喔 用最自然的手勢 但是呢 這當中有蹊蹺 我覺得魔術師齁 是全天下最好的演員 他們可以演到喔 假的也變真的囉 好 那今天我順便要好好的練習一下 試一下的驗收 我們能不能夠就是通過這一關 如果不可以的話 不可以怎麼辦 你不要亂記喔 江建文 剛剛是你叫我講解 我沒有學咧 所以是江建文自己要學 等一下驗收就是他 你今天跳舞也是我 學魔術也是我 哇 我就是病在弦上這樣 怎麼樣 你要不要做一個頂天烈地的男子快 我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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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現在耶 現場的所有的朋友們 在康布川這裡的朋友們 也都在學 等一下我們驗收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來露兩手 這是歐葉米歲正 李聯合建文在康布川為民族的現場廣播